斯瑞公司让我看到了远大的未来 那真的是非常感谢 在这里我首先感谢我的介绍人 把我带到这样的斯瑞这么好的环境 有这么好的团队 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基诺领导人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个事业当中 做到最顶峰 我们携手共享未来 这是我的最理想状态 那今天我先有请我们洛杉矶的 九令 然后为大家做精彩的分享 那九令我之前没有深度接触过 只是在我们团队的群里互动和线上的时候 有时候看到他在 但是他很有才华 这一次近距离接触 然后心态也非常的好 所以你看刚才的新年祝福也说得特别好 所以我看到他的未来真的是不可限量 那有请解令 解令为我们分享 你这次大会的看见 3的家人们大家好 我是九令 来自洛杉矶 前两天参加公司北美领袖培训 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也特别受感触 就和大家分享以下几点 我就按照这个顺序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老板 Daniel Picco 因为在整个的会议当中 他一直在热情饱满 激情而言的在给我们讲 就是说现在的斯瑞 现在的斯瑞 就是未来的 现在的斯瑞就是N年前的安利 或者是N年前的如新 那未来的斯瑞呢 他将会竭尽其所能 其所有权力打造 把斯瑞这个平台打造成 整个行业的一个标杆和传奇 所以呢 未来的斯瑞他相信 一定会超越安利或者是如新 那他这样在讲的时候 激情饱满 那同时的 同时呢 他说就是为了把这个斯瑞 这个平台 Ninda iPhone 关掉一下 大家小心自己的脉 影响大家 大家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脉 好吧 谢谢 同时呢 他也说 就是说为了把斯瑞 这个平台 做成一个百年的基业 他自己身体践行的 就是说开始减肥 这么健康 他说他已经瘦了20多磅 所以呢 我就觉得就是我们的领导人 他不光是光喊口号 而是他是身体力行的 就是每一个环节 他都在去朝着这个目标 去努力 再去奋斗 不是像别的领导人 或者是公司 光喊口号干嘛的 所以让我就会觉得 哎呀 跟随这样的领袖 或者这样的公司 就是内心会非常的踏实 也是就是信心满满 就是说他不光是光说出来 而且他是行出来 言行一致 这是我从丹六Pico身上看到的 从我们的KIM会女士 KIM的话 一出场 所有的北美领袖的老美 他们都是自发的 没人让他们站起 他们都是自发的 热烈鼓掌一到两分钟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 KIM在整个公司的这种影响力 那我在想 一个人的影响力是什么呢 一个人的影响力 肯定就是他内在实力的一个显现 所以如果KIM没有在这个行业的 传奇的经历 没有他这种卓越的领袖能力 他一个中国人 不可能在老美的团队当中 会有这么热烈的这种反响 也不可能赢得这么高的一个尊重 所以呢我就觉得 哎呀 我们这个公司真的是一个 就是国际化的一个公司 90%以上都是老美团队 10%是我们中国人团队 目前这个状况 然后同时呢 KIM就是我们中国讲中文和英文的 这样一个优秀的一个领袖 所以呢我就觉得 跟随着这样的这种 就是打造行业传奇的领袖 就是一起去打拼事业 我心里是觉得是非常非常安稳的 因为我也觉得就是说 这个事业将来三到五年 一定可以成为整个行业的一个独角兽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KIM跟我们分享的一个 一个重点就是在于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这是我此生最后一次出山去做的平台 所以他会把这个史瑞做成行业的传奇 那他最后一次 所以当我听到这句话的话 我就身体都起鸡皮疙瘩 我就想哇哇哇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人 何其有幸可以参与大师的最后封笔之作 那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大师他的封笔之作 肯定都是举世无双的 是他倾其前半生所有的精力精神的精雕细琢的 所有的经验的完美的总结 所以我觉得史瑞 未来就是这个行业的传奇和领袖 然后第三个的话 我学到的最多的就是 Kim就在说了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系统当中 我们都想一下子就是说 我能做到六星七星 Kim说六星七星固然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现在就给你一个七星的一个title 就是职位 那请问你去怎么指导你的团队 你团队遇到困难遇到障碍 你用什么方法去帮助他们 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经营史瑞这份事业的时候 我们从一星二星三星 我们每上一个阶梯 我们都是在不断的修炼 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跟着系统 不断的调整 越过一个坎 就是一路打腰打怪 然后这种修炼 所以最终的这种七星财富 都是随之而来的 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学习你成长 这是成为你人生最大的一笔财富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就是说从他整个的这种 就是对公司的宏观的这种展望 我们有了很大的一个信心 然后他又告诉我们这个行业 其实它是有规则的 是我们可以达到成功的 他这个行业的规则 他说第一个就是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生意是一个数字的生意 是一个number的生意 然后怎么讲呢 他说他在过去这么多年 他一共招了80个人 但是只有20个人 跟着他走进了系统 真真正正的跟着他一起全力打拼 这个事业的人 只有5到6个人 他就说我一个人带着5、6个人 真正打拼了这个事业的人 我们一起创造了整个行业的传奇 他个人赢得了1.5亿美金 他说这就是这个生意的一个数字的游戏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要觉得我今天只有几个人 然后怎么怎么样了 然后你就放弃了 赚了1.6亿美金的人 他手上也只有5到6个人 真正的和他去合作 他也就是这句话也让我给了我很多的很多的信心 这个过程我们就是大浪逃杀 大浪逃杀 不断的筛选 不断的筛选 直到我们这个把这个钻石挖出来 为止的这样一个生意 另外呢 他也讲到了 就是说这个生意的精华就在于复制 所谓复制的话呢 并不是说 我很难或者是你要讲所有的产品 你要讲等等等等 他说不一定是这个 最重要的复制就在于我们领导人 你心里所想的 还有你的行动 你一定要考虑 我的这个行为是可以复制的吗 是一个新人也可以拷贝我这个动作吗 他就给我们分享了一个 就是他去台湾嘛 他去台湾的话 在按摩马萨姐的时候 那就有一个那个马萨姐那个女生 就给他主动搭话 然后他们俩就搭了 很巧 这个女生呢 就是台湾的名字的发音 有点像USDollar 然后他就给她说 你的名字就是USDollar 他说是发音很像 他说那你想不想赚美金啊 然后他说我很想很想 他说你告诉我怎么怎么去赚 Kim说这样 过两天以后 在台北有一场事业招商会 也许这个是改变你人生 人生命运的一个机会 你来这个招商会来了解 但是那个USDollar的话呢 他就心里很着急 就想知道 哎呀我有什么办法 可以做到美金 不停地问Kim 不停地问Kim Kim就说 我现在只想享受马萨姐 我们俩可以聊点别的 所以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和这个USDollar 在聊他的家人啊 朋友啊 他的状况 也就拿到了他 就是说帮助他分析的 这个USDollar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情况嘛 那这个时候的话 等两天以后 在台北有招商会的时候 USDollar真的出现 而且当场就签了单 Kim说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 我们作为领导人 我当时可不可以 在那个马萨姐那边 可以给他讲清 整个的赚钱的系统 他说但是我不会给他讲 为什么呢 因为我给他讲的话 也只是我一个人的感召力 那我在台北 是很短暂的停留 那他就想了 那我离开了以后 那USDollar该怎么办 他说我就做了一个动作 就把他带到会场 如果USDollar 下一次要去招募 他的新人的时候 他就会拷贝这个动作 我虽然讲不清公司的产品 也讲不清公司的制度 但是我知道 把你带到这个会场 把你来带到这个培训机构 你就可以更全方位的 从不同的人的角度 去了解这个公司 所以我就觉得 哇 真的是带到大会 带到系统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关键这个动作 我们可以复制 你说我给一个新人 分享这个机会 新人你不知道公司是什么 不知道是产品是什么 That's OK 但是你可以复制这个动作 对不对 把他带到当地的招商会 那这样我们每个人 就是很容易去复制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生意 他就说第一个是 数字的生意 就是number number number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复制 复制不是说 让你去讲的产品 像艾比老师那样专业 也不是像你 怎么怎么样 复制就是你要学会 在公司了解情况 很少的情况下 把他们带到相应的会场 所以接下来的3月7号 香港大会 鼓励更多的人 大家一起去那个巨大的能量场 这是从KIME身上学到的 从Samsung身上学到的话呢 是这样 Samsung它是 从开始 到 从开始做ABC 做招募 做邀约 做谈单 做Big Y 它是每一步 非常详细的去讲解了 怎样去经营我们这个事业 我觉得Samsung的那个PPT 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领域的一个葵花宝典 它的那个每一张slice 都可以拿出来讲一天的课 非常非常信息 就是信息非常非常的满 而且非常非常的专业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 过去二十多年的这种整个行业 我就觉得就是特别受感动 就是说他们这个行业的领导人 真的是掏心掏肺的 把他知道的所有的脚脚落落的知识 全部都会告诉你 而且这些知识的话都是精华 都是浓缩的 都是最有用的 这是因为那个Samsung的话 那个PPT非常非常的这个多 非常非常的专业 我就不一一的分享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机会 能拿到它的那个PPT 每一张PPT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大半天 Amazing 我觉得就是我们行业的葵花宝典 然后第二个我从Samsung身上学到的 就是你看Samsung 我不知道他应该是五十多岁了吧 但是他在谈到这个IBC法子 在谈到邀约 在谈到复制 在谈单的时候 他的那种热情激昂 满满的这种正能量 满满的这种开心 你就感觉他像一个热恋中的 这个老男人 然后一谈到他的女朋友 滔滔不绝 兴奋的不得了 所以我就觉得 哇这种精神状态 就是值得我们每一个领导人去学习 就是说当我们可以几十年如一日的 去热爱我们这个平台 热爱我们这个公司 热爱我们这个产品 哇每天在讲 每天讲的时候 还永远是像那个初恋的那种状态一样 我就觉得真的是Amazing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全程的听 Samsung讲课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种震撼 真的是优秀的领导人 大咖 Amazing 然后呢最后一点我想给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在这次会议当中 我看到了很多很多这个老美的团队 哇老美的团队 他们真的是很年轻 也很漂亮 也很有钱 因为我仔细看了一下 那些老美他们拎了包 都是很好的这个包 所以呢你想想 就是在SRI这个平台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可以吸引到这么多高质量的纯老美经销商 由此可见 这个SRI平台的这个魅力 我看到了来自以前美灵海的001号经销商 加入了SRI 我看到了有一个女生 她在其他的平台赚了800万 然后也是从零开始转到了SRI 你们就 我就觉得哈 这个SRI就像什么呢 就像一个武林汇集 也就是说今天SRI一出场 所有的武林高手齐聚这个SRI名下 真的是感觉就是说华山论剑 简直是一统天下的那种感觉 Amazing 非常非常的震撼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 由于时间我就不多分享了 所以我希望2024 大家都能够紧跟系统 2024注定是SRI不平凡的一年 对 还补充一点 2024 Kim说了 他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我们亚洲市场上 大家想一想 借着Kim这个行业领袖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借力很多 亚洲市场2024一定会爆起来 所以祝愿我们2024 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家人们 都能够心想市场 团队多多 然后这个团队的伙伴也都是 大家跟着系统一起进步 一起学习 好好好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太好了 Jerina 太精彩了 哇 真的是英文啊 非常非常的厉害 然后全线全场 而且都是用英文做笔记 我在他旁边 我看得到 Jerina 这个世界是给你创造的 我觉得你有夺天独厚的优势 太棒 那我们下一位呢 请出的嘉宾 是我们这次参会的年龄最大的 我们值得学习的 请大姐 三到五分钟 非常感谢十位给我这个机会 所以这一次去参加这个大会 我感觉着也非常感动 除了这个英文听不懂之外 其他的我就感觉着 当我第一次去给站在领导 董事长身边的时候 看到董事长那种温和 那种亲切 他那种一个 对我这一个很平衡的人那种 感觉着这种温暖 我其实我就心里都感觉着 我说哎呀 没想到 我说参加这个会 我心里非常高兴 首先感觉到 现在这一次会议 美国人最多 中国人还是一小部分 看到美国人那种激情很高涨 我就感觉着很受启发 我们今天能走进 斯瑞这个大家庭 我说感觉着都是最幸福 最幸运的人 而且呢 在这一次呢 因为我有点忘事 我的包丢了 我们跑到另一个酒店的时候 我才突然意识到 哎呀 我的背包呢 结果呢 身边的人 然后呢 马上就是领导给我 替我打电话 一打电话 那边接住了 那边说 哎 是不是有一个黑色的包啊 一看还有手机 是我的 他们 我等我们赶到另一个 那个地方的时候 领导还在那等着 我们拿了包之后 他们才走 让我更感觉到 平时我们都说 斯瑞的家人们 我感受到在这个大家庭 这种温暖 这种爱 都是真实的 所以我非常幸运 也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斯瑞 说完了 好 谢谢景大姐 非常质朴 简朴的语言 能感觉到 让我们看到了 斯瑞的大家庭 从董事长开始 那份亲情 有爱 因为董事长 跟景大姐拍照的时候 是把腰猫下来 跟大姐去将就她 所以那份温和和呵护 真的是觉得 我们每个人 都是她最爱的baby一样 所以像这样的董事长 她的格局和大爱 怎么能不做大呢 真的是非常感恩 那我们再有请 我们纽约的 最有power的领导人 我们的Amy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后部的麦 再关一下 有两位朋友的麦 关一下 Amy 可以上线了 好 我在 我在 好 好 大家晚上好 我是纽约的Amy 这次参加 这个 斯瑞的高峰会 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经过这段时间 一段时间的运作以后 这边关掉 根据一段时间的运作以后 我陷入了低潮期 陷入低潮期 这一次我在大会上 见到我们的Chloe 和Samsyn 特别是Chloe跟我说 这个平台是一定可以取得大成功的 因为他们已经成功过 同时我们又处于这个公司的最早期加入的时机 只要你不下车 跟着系统 跟着团队走 一定可以有收获 那我也想想 为什么会陷入低潮 是因为有一个阶段性的收入的低迷 但是呢 如果我不坚持下去的话 那总是会 陷入这种高高低低的状态 或者换平台的话 那我就想想 我的初心 我当初接触Sray的时候 我最大的梦想是能够找到一批优秀人员一起去合作 跟着优秀的成功者的脚步去一起成功 所以我想想 我怎么把这个原来的目的给忘了 那这一次高峰会呢 重新又点燃了我这个梦想 我会坚持去做Sray 另外的话呢 就是像刚才我们那个加州的那个 叫什么 我忘了他叫什么 我们第一个 他分享的说的 这么多优秀的团队领导人 把他们毕生的经验和方法都教导给我们了 所以的话呢 我们想在这不成功都很难 我的分享就到这 谢谢 好 那我相信 我们在这条 这个通往成功大路上 这已经板钉钉的事 我们只要努力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再请我们下一位 我们的Ibi好像上线了 刚才他还在讲这个制度还在谈单 那有请我们旧金山的Ibi 他也这几天已经马上要返大路去了 所以呢 昨天回到家 就是两场整个团队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会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有请Ibi 好 我喜欢咱们的这个产品 对产品呢 也是喜欢看看它为什么那么好 这样子的话跟大家好这个分享 实际上呢 咱们有这么好的产品呢 背后的这个商机呢 大家都知道是巨大的 因为在咱们这个生意当中吧 然后在死罪当中很多人都是小白 没做过这个咱们这样子的跨境电商 这方面的这个生意 包括我自己啊 在这方面呢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经验 所以呢 这一次这个领导钢峰会呢 我也带着啊 就是非常这个怎么说 好好学习啊 然后下一步怎么能把我们这个市场能够推动起来啊 这样的一个目的啊 和这个目标来参加这个会议 所以呢 在这个会场当中呢 也是啊 我都录了音啊 仔细听 刚才哲林已经是啊 方方面面说的是非常全面了 所以呢 我也不再重复了 这里呢 我自己的感受呢 也有几点 我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文化 咱们这个心态啊 是很重要的 在整个这个Leader峰会上 这个会场这个情况 这是非常 大家都跟一家人一样 刚才那个啊 景姐也说了 哎 大家这个气氛都是一种感恩的文化 所以呢 就是大家在啊 这个分享啊 或啊 这个尤其是这个Caml嘛 把一个很大的钟头 就是让大家来讲自己的故事 在讲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呢 能够感染到别人 所以很多人啊 就是掌声和泪水都是不断的啊 有很多的人都是都流下了这个激动的这个眼泪 所以在这么好的这样一个啊 咱们这个公司文化或者是我们这个团队文化下 大家都感觉到有家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在这个团队建设当中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都是以一个感恩的心态啊 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呢 可能就啊 鸡毛蒜皮的事可能就会发生一些 毕竟我们这是人的生意啊 人和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 就发生一些冲撞或者不理解都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呢 我们都要以这种哎 正确的心态啊 感恩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呢 在咱们这个团队当中 我觉得有一个良好的氛围 对咱们整个团队的建设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呢 我就是说我们要树立一个这样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 第二个呢 我在这里边就学到的就是 我就是感觉就是 是不是以前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我把我知道的这些知识啊 产品知识 把这些个奖金的制度跟别人就去分享 实际上呢 就是怎么说 能有几个是几个 就是说让他们就是我们撒总 出不出名 下次再说 都有一种这样子的心态 实际上呢 这样呢 就比较慢 怎么能够快速的建立我们这个团队呢 就是要学会了复制 怎么复制呢 刚才卓琳也说了 实际上这个复制呢 就是说把我们这个人 一个正确的人 带到这个正确的 带到咱们这个系统当中来 什么叫系统呢 实际上我们学习啊 就是尤其咱们这些课程 对吧 还有公司这些活动 这些呢都是 比如说我们成功 把它当成一个山尖的话 我们有 大家都知道 十个级别嘛 从一星到七星 从一转到三转这样上去 就跟你也需要搭载一个车 它也有一个成功的轨迹 我们什么是这个成功的轨迹呢 所以咱们这些小白们 现在我就悟出来 这个成功的轨迹 就是公司的系统 Kim像他这样一个世界级的 这样的一个影响大师 我们在他给咱画的这个轨迹上 我们就跟着他走 就不掉队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保障 所以说我们如果拿它当个生意来做的话 如果我们说 我自己想使用 使用完产品 我再分享几个人 越吃越便宜 我觉得呢 这个呢还都是一个客户的这个心态 如果真正是一个做生意的心态 我们就要拿出做生意的这个行动来 那就是在 我在这里也说一下 那我们怎么能够成功 你首先就要成为一个leader 你要变成一个领导人 所以我们这个领导峰会呢 在这里边呢 这个Samson呢也讲到了 这个我们这些领导 怎么能做一个领导者呢 我在这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以身作则 你想让你的伙伴怎么做 你首先你就要先怎么做 自己呢先当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你在系统里边 不断地跟随系统的时候 你的伙伴也看 哇我这个leader感情 他是这么来做的 他也会跟着你来这个系统当中 对吧 如果你是感恩的 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 你带来的这个团队也是感恩的 所以呢这个与身作则呢 是咱们作为一个领导人的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素质 在咱们这个行业当中 你就要争作一个领导人 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哈 我们是一个团队 团队里边 如果你能带大团队你就是团队长 对吧 如果你能拿到更多的这个领导的这个奖金 那你就要当个领导人 去发现伯乐 首先呢 去发现千里马 你自己先做个伯乐 你呢 我们就先以身作则来做这个事情 哈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要培养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这个团队中发生问题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玩 很好的把它化解了啊 大的矛盾化成小的矛盾 小的矛盾化成没有矛盾 所以说还是形成一个比较好的 这样一个和谐的这样一个环境 还有就是说出现了一些啊 就是其他的啊 比如说啊运输啊 或者在我们当中难免会发生问题 你先让我们团队先安先那个瓶颈下来啊 不要急躁啊 我们有问题慢慢的解决 去找公司啊 去找客服啊 或者是找我们领导人啊 所以我们要学会了解决问题 而不是呢 也许你不小心就把矛盾激化了 这个呢 也是我们做领导人的一个基本功 第三个呢 就是说 在我们跟团队交谈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大的远景 让这个伙伴知道 你的愿景越大 你的理想越大 那你的梦想越大 就是哪怕我们实现一半 那是不是还比原来那个小的梦想 小的计划还要大呀 所以我们要放大自己的这个梦想 那为什么要放大自己的梦想呢 那就是要多学习一下 咱们这个啊 这些个大的这些个leader 他们有什么样的愿景 因为他们就是一路走过来 知道啊 这条路走 该他何去何从 在他心里都是啊 非常这个有有跟的了 像Kamukui 他就说 我们能把死率做成十倍大 一百倍大 对吧 但是就是说 很多人他还不知道 那我们怎么能把这个大的愿景 在咱们这个团队中啊 就是把它传播出去 你把在你这个团队当中 让他们都放大自己的梦想 这样子你才能提升 对吧 所以不要就是说太谦虚了 所以咱们要做一个领导人的时候 要学会在团队里边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放大自己的这个梦想 你的梦想越大 你才能够成长 再有呢 就是说 嗯 要想做领导人啊 要想在这里边成功 没有别的 光说也不行 光讲课也不行 就是要大量的行动 就是想到 我今天啊 就是我的伙伴也是这个Cassie 她的行动力就很强 她也是也给我启发 在咱们这个会上 这些大的这些 领导人 也是给我们启发 他们就是要大量的行动 比如说我们这个大领导开明会 哇 几次应该是至少两次吧 在美国去录演 至少两次的就是到东南亚去录演 你想想 这样一个人 他都能 人家这么成功 还这么努力 所以我们普通人 要想跟上这个优秀的领导人 我就要更要努力 就是要大量的行动 想一个办法 就是说我们谈这个生意 跟一个人谈 也是谈 对吧 你跟一群人谈也是谈 你如果和平老师的话 就是说你怎么能找到一个方法 能够批发式的 就是说我们要不断地想这个 想这个问题 在你行动当中 你就会得到很多的这个 就是要大量大量的行动 不要提 不要停 如果你每天来做这个事 你至少也要谈三个人 对吧 你即使谈五天 那这样三五五个人 你一周至少要谈十五个人 不能停 有的时候我一高兴 一起劲了 我今天谈了四五个人都没问题 甚至更多 等明天一中线又谈一个人 这样子就是说 你的行动还是有波动的 所以这里呢 还有就引出来了另外一个 我们做领导人 那就是坚持 不要一阵子一阵子 一固子一固子的 这样子的话就会受影响 再有呢 就是说我刚才说了 我们在这个团队当中 在我们不断放大梦想 在我们不断学习当中 我们要学会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吸取经验 教训 让自己的团队呢 建设的呢 就是越来越好 做一个这个有心人 做一个有心的这个团队长 所以呢 我大概呢 我今天呢 我就分享这些 希望能对伙伴们呢 也有点启发啊 就是感恩的文化 把自己和自己的团队呢 植入我们的大系统当中去 好 谢谢大家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Ivy 谢谢 讲得太全了 怎么样自己成为Linda 只有成为领袖的人物 你才能带动千军万马 非常感谢啊 那我们利用宝贵的时间 因为我看一下 我们可罗伊大领袖的时间 我们现在有请可罗伊领袖 你有没有在线 哈喽 大家好 太棒了 很开心啊 今天这个临走之前 还可以在大家 跟线上见一面 哇 我们团队真是 你看这新年新气象 这么多的人 大家上线 所以我也祝福我们这个 小家庭啊 我们最大的大家庭 那我们这个三营的 这个小家族啊 祝大家2024年呢 就是所求皆如愿 美梦都成真啊 那刚才各位领导人 都分享 我觉得特别好 Ivy也又重新回到初心啊 找到她自己的初心 那Ivy呢 然后把整个的这个 在这个我们拉斯维加斯 上面的这些会议的精神 哇 传递的非常的详细 所以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每个人的人生啊 其实多数人的人生 都是用一种低效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赚钱 也就是说 我们出卖我们的时间 来赚取我们的这个金钱 或者应该不可以称得上财富 因为靠我们出卖时间啊 来赚取的 只能说是维持我们的 这样生活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标准 但是其实真正的 要成功的人啊 要像我们Tim 像我们Samsen 我们这些领袖做到 可以真的是自由的这种生活状态 那就是要投资一份事业 所以怎么投资这份事业 大家想一想 作为普通人 其实有钱人都是什么 做钱的主人 他们是拿着钱去投资 然后赚更多的钱 可以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我们是没有这样的可能的 那没有 我们想一想 眼下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还有没有比这个 Tree更好的机会 如果你觉得 你可以去做一份事情 在很短的时间 可以赚到钱 可是这个钱 你赚的 你觉得你自己心不心安 如果说我们是觉得 不该我们赚的钱 我们就不去赚 如果说我们是靠 我们自己努力去付出 然后挖一块管道 而且这个钱是长久 持续的这样的一块财富 那我相信 其实我们只要付出努力 我们去跟随这个系统 跟随Kim 这一套的这个经验 还有Samsen领导 那我们就去做就好了 其实就是时间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领导一直说 我们这个过程才是最值钱的 钱 最后我们做对了 因为我曾经读过一本书 他说 就去做 如果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 我们就去做就好了 就不用管 你会不会拿到成果 因为当你做对的时候 就是做对了 就是做对了 所有的事情 你都做对的时候 这个老天会给你聚集一股能量 你的身边的 你身体的这种能量 就会让你最后一定会赚到财富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念 我们这个平台做的是什么 就是信念 你只要相信 你就有机会 你就看得见 你就会得着 所以呢 我非常非常的 忠心的真的是 希望大家永远都会在这里 你们在不在 我们都会在 但是千万我希望是有一天 我们都走上巅峰的时候 所以走上巅峰的时候 我们群里的命会 还依然都在这里 所以呢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 也祝大家啊 2024年开始啊 有新的开始 那从这一刻开始啊 大家要立目标 也就是说我们 如果能去香港的这些领导人 那么就去 而且要全力以赴待人 直到最后一刻都没关系 如果你们需要票来找我 我可以帮你们提供 但是呢 就是说 那如果去不了的呢 也要给自己立目标 因为只有有了目标 我们才能实现我们的 我们的梦想 所以呢 一定要给自己立下目标 也就是说我在 这一个月内 我要做到多少 然后在半年之内 或者三个月 半年 然后到年底 我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我相信只要设定了 我们可以把目标设得 稍微高一点 因为这是Kim教的 也是Samson教我们 就是把目标设高一点 你觉得挺难的 可是当你把这个目标 分解下来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因为这个目标 什么是目标 也只有你觉得 会有难度的时候 那才叫目标 所以大家啊 给自己去设定目标 我们每一个人 之前平台 在这个行业成功的 都是按照这个方法来做的 所以大家只要愿意 按照我们的方法来做 然后敞开心扉的 去对待每一个人 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 去帮助身边所有的人 哪怕跟我们 不是我们团队 只要是我们这个 Tree平台 你都愿意去帮助的时候 那你就会吸收 很大的这种宇宙的能量 然后最后 你就一定会成功 那我就分享到这儿 那祝大家今年都是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2024年 OK 好 拜拜 谢谢 谢谢可乐与领袖 在这么紧张的时刻 还给我们鼓励 还给我们大家呢 能够带来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激励 我相信 4月的三营小团队呢 一定会用最激情 最热情 然后呢 最非常那个自信的态度 来打造我们这个三营系统的整个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良好的业绩 那我现在呢 请我们住在中国大陆的 美国的我们的基尼大姐 给大家讲几句 也让大姐 因为整个市场规划呢 整个这次香港大会 我们将要带出多少人 那那个基尼大姐给我们讲几句 让我们的领导也听听我们的目标 我们尊敬的我们的SAMS大领导 还有我们的Kloe大领导 非常感恩 今天你们能亲临现场 跟我们这个三营这个伙伴们一起呢 今天中国是15 今天是15 15是团圆 我真的非常好想念在线所有的人 那今天呢 就是我呢 是11月份就回到了中国 我回到中国呢 我是检查身迁 没什么大碍 有此锐的这产品 我这信心特别十足啊 那今天呢 就是我们这个三营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我们的伙伴呢 我们真的是懂感恩 我们讲大爱 我们真诚 我们今天呢 期盼着的一年的这个香港大会 即将来临 那我们那个回来做市场呢 整个的这块推动的当中 真的是这个健康特别感兴趣 一部分人是对你的这个 一点都不感兴趣的 但是呢 不感兴趣的人 就就像我们可罗伊大脸秀说的 这些人呢 就是这些人呢 就是他们这些人 需要我们怎么办 需要我们去引领着 他们去走进了这个主动健康 这个管理的里面 那我们这种大爱会带动他们 所以我回来以后呢 让我最最高兴的是呢 我的团队 认为我的这个团队呢 有团队长 那么我们两个的是紧密的 在推进这个市场 推进市场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两个都感觉到 这过年呢 最好能晚过两年 两月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 然后就是我们的嘉尼 就从武汉就回到家了 他九天啊 在这个武汉呢 九天前的十一个大单 那么往下还要继续再提 但是呢到年底了 中国的很多企业 还有政府都有一些会 所以呢 就是回到家就过年了 那么今天呢 就是马上来到了这个三月七号到九号 那么这个机会 希望我们在线的所有的家人们 必须把握住 我们一定要跟进这个大会 跟进 大会就跟进 就像我们大领导讲的 我们系统能够 我们是要跟进整个的 我们CAM领袖的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是能打造 能打造领导人 能打造企业家的 今天我们怎么再讲 再说 我们个人能力是有限的 包括我们CAM领袖 刚才 在线上分享 我觉得深有体会 就是说 我们CAM领袖 我们怎么整个的这块 能不能讲明白 他比谁讲的都明白 但是他为什么不讲 他要把这人带到系统 这是给他一个 服制的一个理念 未来这个人去了以后 再以后他也会往系统带 所以呢 这个今天九令 分享的这一块 希望我们大家 一定要学 我们CAM领袖的这种 这种招募的这种方法 这也就是说 这是秘方了 这是秘方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在这个大会期间呢 就是我们各路的领导人 陆续在把 把所有的人都在往我这报 报名了呢 现在目前 我大概 在 这个地方 在各这个系统里 大约是能有 70人左右 但是我们 从现在开始 我们大领导 可能也还有我们 我们的 大领导的 这个在现场 我们加油努力 我们争取100人 大家有没有信心 我在香港等着大家 100人的目标 有信心 所以各路 目标 100人 那 我们 你把 你的人推进 你就已经成功98%了 因为大会会造就这些人 会给这些人 让他们看到公司 看到公司整个的这种正能量的气场 所以比你讲多少遍 比你讲多少次 这个 都是 特别特别有效果的 希望我们在 在纽 在就是在线的各位 我们 请问一个领袖峰会 这个培训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 他可以忘记 非常及时 我呢 就是没有参加 我那个在 今天各位 分享的 还有前两天分享的会上 我已经介绍到了 这些能量了 我觉得 系统我们的领袖 安排的非常好 因为今天 你这个整个的 这个 系统在前进 你团队在前进的过程当中 你没有 引领的这些团队的领袖 你是没有办法让 我们开门会领袖和我们 可洛伊大领袖 还有我们的 萨姆斯 那个大领袖 他们三个去插手领着我们 那这个 这不叫系统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争取 我们都是利的 我们今天需要我们的大领导 来帮助我们 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系统里 我们一定要考虑到 我什么时候会让别人借我的力 你这个时候 你就已经在成功的路上 已经走得很好了 就像我们的领导 刚才我们的可洛伊大领导讲的 那个线上谁的卖壳 没有关 请你关上好吗 你所有说的话 我们都能听到 谢谢你的配合 谢谢你的配合 检查一下自己的卖 刚才我们可洛伊大领导讲了一句话 说今天呢 你确认了你自己走的路是对的 那你就别问你 你的结果 你就一直做一直做 其实我现在就是按照我们可洛伊领袖 刚才说的去做 我今天认为我选择 我的思锐 这个事业 我是选对了 因为什么 因为我跟着一群成功的人 他们带领我们 重新又走一遍这个路 那他们的经验 他们所有的 所有的遇到的 很多很多 不成功 影响成功的 这些点滴的事情 他们都会提前告诉我们 我们呢就没有 不用说 我们就借力了 我们就避开了 我们的成功的路线 我们就走的顺了 所以呢 我现在就是 我不考虑我的结果怎么样 我就选择对了 我就一直在做 一直在做 所以我现在跟着我的团队的几个领导人 我们就一直在这么去做 去扶制系统 去扶制我们领导人 给我们的一些旨意 所以这次呢 在这个香港大会上 我们所有带的新人 还是你的老人 我们每个人如果带十个人 你想想我们的带多少人 所以我们列目标 一百个人目标 我们真的不高 但是呢 我们希望我们在线的所有的家人们 你把你的人推向大会 我们现在大会成立的一个领导小组 我们都会帮助你们 这个新人 或者你们这老人到了大会 我们会给他一种家的感觉 一种家的温暖 所以我们紧随我们的系统 跟着我们的这个领袖 他们会的脚步 跟着我们五大核心领导人 他们的思路 他们引领我们 我们就听话照做 不问为什么 我们就离成功 越来越近 这就是我们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你看我们经理大姐 听说思绿这个事业 从去年的二月份 他就开始跟随我们的五大核心的领袖 可露伊跑到台湾 当时台湾一个人没有 他在想 一个人没有怎么办 拿陌生名单 愣拿陌生名单 给做出来台湾市场 所以大姐看到了 他并没有算理说 哎呀我没有赚钱呢 我是不是我怎么地啊 从来没想过 只要这个思维事业 从开始 他就一直跑在市场上 这又冲在市场上 所以为我们大家做一个很好的后盾 感谢我们的经理大姐 你看他现在像70岁的人吗 他看的状态 你看有50岁 你看他精神头和状态 这就是思绿的结果 这就是思绿给带来的 那我在这里呢 我简单说几句 再邀请我们的大领袖出场 因为大领袖呢 看我说的不全 我们的大领袖还能给我们补充一下 那这次呢 我呢 源于呢英文也是真的太烂了 所以翻译器再加上 翻译器加上我的理解 那能够把这个会议呢 大概能够理解到 但是呢 我前期呢 我们所有领袖分享的 我就不再说了 节省时间 那我看到几个点呢 一个点呢 就是首先看到的 我们的KAM领袖 我在这次的高峰会议上 让我真的震撼了 什么叫领袖 很多人是坐坐华人的盘 几个人开开盘 然后呢 在哪一个圈子里 可能别人认同 你走出去试一试 今天是在整个全球的国际平台上 在当天有黑皮肤的 黄皮肤的 然后蓝眼睛的 各个国家的人 涌集到那里 对KAM的爱戴和尊敬啊 那KAM一上台 刷起雷雷以后 掌声雷动 什么叫领袖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他能够呼唤全世界的人 他能赶招全世界的人 这就是领袖 所以不服刑吗 我觉得谁身边再听到 有人敢说KAM几个字怎么样 我觉得他配吗 问一问自己 你成功过吗 我们在全世界这个行业当中 出类拔萃的人物 料料无几 KAM首当其从 谁能可复制 不可复制 所以他最后一次出山 是他震撼了我 叫醒了我 唤醒了我 唤醒了我心中这个梦 所以我永远记得 这个梦我来干什么 在这次大会上 还让我震撼的就是 很多老外上台分享的时候 几乎都是流泪的 他们感动的是 他们有幸遇到了 这样的平台 跟上了这一群 优秀的领袖 特别是KAM这个领袖 全球No.1 在这个行业的领袖 跟上了 而且他在自己的行业当中 他感觉到的困惑 和没有时间的自由 也看不到未来 一天天过去了 而找到私立的平台 他看到了远大的未来 他说他是在做 一加一大于十的事业 因为一加一 他不断的倍增的情况下 他没有像一加一还是零 你回我头来 这一年过去了还是零 你虽然看到点小钱 最后还是零 因为他知道 一加一最后 他得来的是十的倍增 所以他看到了未来 他来自于各个演艺界 各个行业都很优秀的 但是他们走进了私立的平台 而且上台分享的时候 真的很多人都是流泪的 所以虽然我听不太完全 但是我看到的那些场面 我是被震撼到的 所以就是这两点 我补充一下 那下时间我在底下 我看到的时候 私立不是来拯救人类 只是给人类得到健康 更多的是给那些 在人类这个生活当中 追寻着有梦想 追梦的那一群人 他们只要找到了私立 在私立这个平台 是可以让他们实现梦的 然后呢 那还有呢 就是帮助太多人 从生下来就想赚财富的人 只要你用心能够寻找 你寻找到私立这个平台 即使你一无分文 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应有尽有 只要你看得懂 只要你扎下心来干活 你就在这里获得超值的 甚至获得几代人丰厚的收入 因为它是百年的基业 所以我看到了太多太多 我说私立 其实是来拯救这个世界的 我确实又在激动 当时我也流泪了 我这几天 每天晚上两三个小时的睡觉 所以伙伴说 你们会议看得太长了 都影响你们休息了 我说当你有团队的时候 你就该知道怎么工作了 所以我在飞机上就病倒了 回来我吃了不知道多少产品 我让我自己星期五一定要坐起来 因为星期五有一场重要的会议 领导们都要走了 很多伙伴也要下市场 这个当口是正好的当口 所以我为了伙伴们 为了大家 我都要听起来 我刚才在讲之前 我沉了两片 口腔麻醉剂 我才能不咳嗽 否则我怕 我讲不下来 所以我很感恩 也很感动 这么多伙伴相信我们 然后呢 奔着我们过来 我们竭尽全力 我们有能力 有这个行业的经验 我今天在思维平台 看到的几点 我想分析一下 第一个 我是1997年 在中国做传统的时候 被我的同学 给找到了阿丽这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 我看到了 那传统完全不一样的 这样商业模式 在这心里就住下了一个梦 我今天还能回来 就是没有实验这个梦 我来寻找这个梦 其实是很有关系的 当时我在那个平台了解到 1959年成立的公司 经历了30多年 它才进入中国 38年 我记得是1997年 才进入中国 而我们今天思维 这是打造未来 可能行业No.1的平台 今年整整第一年 一个新的公司 每一次会议 都是以500强的 这样的一个规模 呈现在世人面前 我真的非常感慨 所以它被评为 全美国成长最快的新公司 我们回头看一看 38年的 今天的No.1的大公司 A公司 它是在成立38年以后 才进入中国 而我们就在这一次的香港大会上 我们的配目领袖就会宣布 我们正式走入了中国市场 各位 这个公司 我们回过头来比较一下 就知道了 这是科技领先的时代 科技走在前面 这是硬道理 所以 资瑞公司的产品 是来拯救世人 平台 是来拯救人类 所以让我们更多人 走进这个平台 过上一个美好的生活 所以它会让我们 几代人都走进来 只要你看得懂 在这个平台上 你会带着你的几代人进来 所以今天 所有董事长在平台上说 我现在开始健身 是为了 我的企业 如果过了几十年以后 我的身体不行了 看不到我的企业 就这句话 真的非常感人 虽然我当时 没有那么感触那么深 但是对于我来讲 真的是在内心里 回味这句话 我能看到这个公司 它用实际行动 在计划着 它的长远发展 和规划未来 所以我们今天就比一下 还有我看到的是 今天KM领袖一群的核心 这次的会议 连我们最伟大的 最可爱的 最可爱的Cloey领袖 还有和平老师 都坐在最后台 认真的去聆听 去学习 然后呢 因为他们是跟着KM 前平台一群挣到钱的人 而且又把所有挣到钱 该享受的时候 把这些钱放弃了 领着我们 重新进入这个平台 我们所有人都 画一百个问号问问 这是为什么 他们是没有远见 没有眼光 没有经验 还是没有资金积累 为什么来到这家平台 因为这家平台 好过前平台的上百倍 所以呢 我相信我们跟着挣过钱的人 他有经验 有能力 我们不是跟那些 没赚过钱 还跟你喊耗子的人 他自己还没有立足的地方 还比你赚钱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平台 我非常的荣幸 所以还有呢 就是赚过一些钱的人 把来复制正规的公司 我们今天4月公司 打造的是真正国际化企业 你看见过 有没有国际化的企业平台 有不花钱入场的 有没有今天随便到处来 我邀你今天吃饭 明天吃饭 这都是不可复制的 因为你复制不下去 所以正规的平台 正规复制 你才能走得更远 所以我们要有眼光 要洞察一切 不要有今天目光太短了 领袖 董事长站在前面 和我们的上面性领袖 在讲的时候 一再告诉我们 领袖的眼光是远见 看到别人两三年以后 看不到的 你才叫远见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领袖 一定要看到 这个公司在做什么 所以他领着我们 每一个环节在什么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呢 是这个公司 用实力打造 未来100个亿 到1000个亿市值的 这样公司 所以2%的这个资金池 也就是说 所谓的我们发放的 股东合伙人 将来真的是 这一批人享受的 如果是2% 就是100个亿的企业 拿出2% 是不是就2个亿 那养我们所有前期 愿意跟随我们的 股东套餐的 这些核心股东们 各位你说说 我们今天这个股东 未来的价值该是什么 所以很多人听着2% 可能你现在没什么感觉 可能未来会有 很大很大的这样的 我们很兴奋的点 会觉得我当初 真的非常的智慧 抢到了这样的套餐 所以这次 我们源于市场的发展 已经到了一定的基数 不像我们一开始 在美国发放的 2万个套餐 所以公司这次会议 宣布的时候 有3万个股东套餐 将在香港的大会 发出来指令 我相信这次是 绝对的抢购 而且是在火爆的抢购 可能会很短的时间内 就没了 因为它基数够了 整个东南亚市场 中国市场 香港市场 整个东南亚市场的火爆 氛围 整个基数有多大 大家是应该清楚的 所以对于美国市场 仅有仅有一次的参与机会 而且是在3月7号 当大会宣布 正式的股东套餐 推出给东南亚市场的时候 提前72小时 也就是说在3月4号的时候 只要在1960 美国的股东套餐停止以后 到现在为止 所有人加入1360的单 包括2300的单 只有这两种单 给72小时的升级机会 这时候在4号的时候 基本上符合这个标准的单 后边的按钮就会出来了 你可以升级 升级就是补差价 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 过了72小时 升级的机会没有了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要把之前买的200的600的单 在近短的几天之内 要把它升成1360的单 和2300的单 才有机会 在3月4号的时候 它的后台也会显示出 可以升级的机会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有机会 抢到了这个套餐 我们在美国的客户 也可以在3月7号 正式宣布3万个 股东套餐开始的时候 跟着他们从零开始抢购 可以直接购买一个 完整的股东套餐 具体的股东套餐 究竟的标准是什么 在3月7号正式揭晓 我相信配幕领袖 所有的核心团队 包括公司 会给我们很大的惊喜 今天就不说太多了 我只是想告诉各位 我们要把这个时间段 几天之内的时间段 做好前期的准备 等到3月4号一开始 马上通知这些会员 在后台找按钮 你能升级的马上抢 只有72小时的时间 我强调的是这个时间点 而且3万个股东套餐 会抢购一空 大家就会看的 因为所有人都看到了 这个公司的未来是什么 所以大家在这个之前 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 所以在筹备香港大会带的人员的时间点上 也要筹备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点上 这个节点上我们要做的工作 所以呢 那我们今天看到了我们这个大平台 我们要正式开始入住中国了 那入住中国呢 我相信在3月7号很多利好 消息会告诉给我们所有参会的人员 据小道消息 那在11号的时候呢 整个中国大陆11号的时候 会出现中国跨境电商的购物网站 这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不要再想 你是不是传销啊 是不是直销 所有的网站一打开就写上跨境电商 我们走的是独特的跨境电商科技产品购物 各位你知道有多棒吗 所有的工作给我们做好了 你准备好了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生意过程当中 各位想要做大的就是提升自己 把自己在这个平台上变成强大的信念 然后你有了强大的信念 开始做所有该做的所有凌晨 今天就不说的这么细了 那我们呢 就是最主要的核心 把自己变得强大 第二个最主要的核心 就是你一定要做的核心 就是线上线下 参加活动 跟着公司参加活动 你用小钱换你未来最大的财富 在这个生意当中 你不投什么房屋水电 你投的就是那点车马路费 就那点你要在家吃不吃饭 你在家打不打车 你自己在家开车 你还烧油呢吗 所以就那点钱 大家一定要算好账 你打的是未来巨大的财富 而且巨大的财富不是你一代人的财富 一旦这个事业你打下了 你享受的是你世世代代的财富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眼前的所有人的大牌公司 各位你知道它几十年下来 它已经有几代人进来了 我今天就不提哪家公司 大家都心里有数的 就怕我们找的是短命的公司 你做了几天的管道一键成了 网络没了 很多人都从头再来 我们没有的年龄再从头再来 成本太高了 我们没有时间点 这是百年不遇的新公司 而且是科技领先的公司 我等这样的公司等了十年了 所以呢 我相信各位一定要 我们要眼光放长角一点 在这个事业平台 如果你没有通过打拼 只要给你一个最高奖价 各位这一条路上 所有的坎坷你没经历过 你能够享受给你带来的财富吗 没有 人的一生是经过多少魔力 才有多少财富 你这财富才能抱得紧 你才能拿得住 所以你才有的经验 怎样复制给你的下一代 这是你的经历和成长 换来的财富 所以我们要在这事业当中 不断地去磨练自己 打磨自己 在这里不断成长 你才能获得更大的财富 所以呢 今天我们把最宝贵的时间呢 还要留给我们最大的领袖 感恩他们呵护我们这个平台 然后邀请我们的三个星领导 我们的六星总裁 闪亮登场 哈喽 大家好 哈喽 Emily领导 你太棒了 谢谢你 也我想谢谢所有 我们的伙伴们 那个刚刚刚在莱斯维加斯 我很开心有机会 跟好几个领导们在一起 也看到他们的希望 在他们的眼睛里面 其实今天我恭喜所有人 因为成功 第一个是态度 你态度好 你会show up 你会上来 去听 去学 去抓 你花你的时间 宝贵的时间 很像Emily说的 要抓着那个机会 我们呢 很快 大家都听到 我们领导们说 香港 那个会议的终点 重要的东西 我们呢 要抓着 抓着 怎么保护 那个活动 那些促销 还是机会呢 很像Chloe 我们领导们 Chloe说的 我们要 定目标 我们要 定 马上 我们 那个活动以后 一定会有促销 所以 三月份 要定 你们的目标 你们可以定 比如说 做到三星了 定 做 四星 四个礼拜内 有没有可能呢 有可能 如果你不懂的 你一定 越快越好 跟你的领导们 问他们 怎么算出来 怎么做出来 其实很多时候 我跟大家说 看 我们怎么看 那个声音呢 就是这样子 如果 三星到四星 你需要 一百个 Founder Pack 那个创世会人的套状 怎么拿到 你团队下面 怎么拿到一百个呢 怎么卖到一百个呢 肯定不是你 一个人去做一百个吧 如果你做五个 他们做五个 还有他们做五个 已经一百二十五个了 三代而已 所以呢 希望就是这样子 活动来了 精神来了 机会来了 你要把握 所以我恭喜大家 还有呢 我可以跟大家 简单来说呢 成功呢 是精神是最重要的 你们不管说到怎么样 加入多久 我们还是刚刚开始 Emily领导已经说了 其实很多人 看生意 做生意 可能是一天 一天 一天 还是一个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还是一个礼拜 还是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 很像我跟 Kam Khovey 还有 好几个 已经做大的 业绩呢 我们会 不是看 一个礼拜而已 对我们会看 一个礼拜 一个月 还是三个月 还是半年 还是一年 还是两年 还是三年 来看的 到今天 大家 刚刚我们 3 已经一年了 我们已经经过 很多挑战 但我们先突破了 我们的那个 大中华的计划 真正开始了 香港活动 我们会宣布 所以呢 要保护机会 我们知道 美国的业绩 也靠 亚洲的业绩 亚洲的业绩 很多时候都靠 北美的业绩 所以我鼓励大家 不管 你们现在 在亚洲 还是北美 实际我们做 不是哪一个国家 哪一区 我们是做 全球的生意 不要忘记 我们华人 不管香港 台湾 中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北美的 不管 我们都是 全球的人 这个 是3的 最漂亮的地方 如果 一个展示制度 一个团队 是一载 一个国家 机会有限 其实 看那个vision 那个远镜 我们有机会 达到全球 我们还没 开欧洲 欧洲 有没有华人 很多很多 跟北美一样 有没有 有没有华人 在南美 也有 在澳大利亚 中东 也有 非洲 也有 那个是 3的未来 我们以前 就是 比如说 我 开始一个生意 跟 5个国家 开始 最后 达到 150个国家 现在 我们要 做我们 最后一次了 我们为大家 特别 KIM 在背后 很努力 每天不停 要处理 事情 要把 3 背后的 support 支持 公司的支持 我们需要的 东西 跟公司 要求 这个公司 会跟 其他公司 不一样 你说快 我们需要 要做得好 做得好 公司 做得好 我们可以快 其实 我们已经 可以很快 但要做得稳 需要时间 所以我 恭喜大家 恭喜大家 已经过一年了 你们还在 所以现在 是实际了 要抓着机会 我希望 在香港 会看到大家 跟大家 聊东西 了解 我们可以 怎么 帮你们 做得更好 更快 更大的 我们一起 学习 一起成长 一起发展 我们 我们是 三个大家庭 所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相信 跟努力 跟时间 谢谢 谢谢 OK 我给你的Emily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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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领导 感恩你 一直一路的 支持和引导 然后呢 也感恩 您的付出 对我们这个团队 那 请领导 在香港大会上 给我们的团队 更多的厚爱 可能这次 领的信任 比较多 那也就说 老的领导人呢 从比例上 看有点失调 所以呢 希望大领导 给我们这支团队 多多的 那个指导 感恩感恩 非常感恩 我们一定 百分之百的努力 我们会安排 对 我要第一个 我要上五星 领导 你要帮我 金尼大姐 要上五星 我们团队领导 一眼都要上四星 我要上四星 好 好 你看 听了吗 我们团队 我也会努力 我要去香港了 团队 领导 我们这支团队呢 我相信 不会啊 让这个 整个的 我们这个 KM领袖啊 失望 最主要呢 因为KM领袖 希望我们成长 希望我们经过的 一年打磨 每个领导人 都窜出来 都跑出来 都喊出来 所以呢 我们这支团队呢 一定是 能够紧跟着 整个大系统的 所有的引导 我们快速的 快马加电 好 我们顶峰相见 感恩 所有的领导 给你的后岸 感恩 谢谢所有的领导 我7号到香港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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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领导 斯瑞 斯瑞给了我们 很大的信心 因为斯瑞的产品 真的是 未来全球第一 我心里真的是 很感恩 因为我可以说是 很多年都 都是一个 很失望的病人 但是今天 又让我 好像是从 好像是回到了 年轻时候的 那种 那种力气 我感觉 我心里有 无限的感激 所以我会 很努力的 希望更多的 有福人 走进 斯瑞这个 大家庭 谢谢 谢谢领导 太棒了 加油 大家加油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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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 所有的 线上的 家人们 我们现在 再研究一下 我们香港 军事大会 可能 有一少 部分人 是有资格 有午餐的 为了大家 能够安心 没有在 对短的 事件内 到处去寻找 一些个 中午的 烂吃 和晚上的便当 我们想 我们的团队 集体做一个活动 然后现在 基尼大姐 就在香港 到处去找人 开始去寻找 有卖盒饭的地方 想定一些盒饭 然后 我们各个团队 就要报名 我们要带多少人 哪些人吃荤的 还是素的 然后 那一批领导人 想要为给大家 做好这个环节 然后最短的时间内 大家吃上一口 能够感觉非常不错的 一顿饭 然后让她安心来听课 这也是领导人 也就是说能做的 在仅限的这个 范围之内 能做的一点事情 但是我真的很感恩 感恩 基尼大姐 很早就在 就在整个中国 领着核心团队 在做这些工作 然后呢 我真的很感恩 这才叫团队 每一个人都发挥 自己的最长的一块 然后呢 把力量发挥到最大 最后才是一个团体 所以呢 一个团队当中呢 你就像 有人 每一个人都发挥 最长的一块 那他优势就是最长的 所以长板 短板的理论嘛 那我今天很感恩 我们三人系统的 一直是 大家都是新奇 然后呢 思想一致 目标一致 所以感恩 大家都充满在 感恩的环境下 所以我很感恩 有了你们 我有了一份责任 也有一份动力 然后呢 也有一份希望 那也很感恩呢 就是给我带进 思瑞的我们的 激动领袖 那这段时间呢 激动领袖到中国市场呢 源于呢 气候也不适合 到那中国市场 又下雪 又冷 所以呢 他最近出来的 整个中国 到节日的时候 交通也不方便 所以呢 他在家在学习 刚才我说 大领导 为什么听不到你消息 他说我在家在学习 在成长 所以呢 我也希望 我们这支团队呢 都紧紧的团结在一起 把力量都发挥到最大 然后让我们整场 每一次都紧紧 跟随公司 每个阶段推出的 最有力的推动政策 因为他们太有经验了 我们只管相信 照做 很多人就这几句话 六个字非常简单 但这六个字 做起来咋这么难呢 不简单 不听话 因为他觉得 这个事咋 为啥这样呢 为啥不那样呢 其实哪样 他们都想过了 所有的优秀领导人们 在前车之鉴上 已经经历过了 只有这样是最好的 只要听话 照做就行 不用累 不用麻烦 科技有人把关 金流物流 惹人做 整个市场有人看透 前路先锋 有人做 你说我们不就是 找找人吗 把这该需要的人 链接这里 就做这么一个环节 你什么都不用想 你就把它做大了 你享受不在职的 未来永续的财富 还能干什么 这有多好呢 所以我也希望 我们三营系统 能够带领更多人 想要机会的人 想要改变健康的人 景大姐刚才说的 一点都不假 前天的时候 我都拈不上她的走路 我真的是觉得 我跟Amy说 我说真的 大姐真的好了 这个思维产品 咋这么厉害 十几年来 她都像一个 自己说我都像一个 活死人一样 都没成想有今天 结果走路 我们那天走了 一万六千步 兜兜转转 兜兜转转 觉得这也不长 那也不长 一要着一要着 来回走 一会儿走到这 一会儿走那 结果呢 真的我都抬不起来腿了 我都拈不上大姐 大姐走的还是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状态 看到什么 看到思维的力量 看到什么 这就是思维的市场啊 有多少人需要 所以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寻找健康的 给她健康 寻找机会的 给她健康 我们这信使 就是把人分好类 刚才有分享的领导说 Keym明明在单场 给那马萨直的人能讲 为什么不讲 一是想让大家带到会议上 第二 想摸摸她的底 叫摸透了 才能百发百中 这叫再摸 她今天需求 找到她的需求点了 才能找到真正的切入点 所以呢 这两个环节 对于一个新人 怎么去讲 怎么去切入 什么时机点 非常非常重要 我也相信 这些课程 在我们每一周的 星期五里 方法课里 都会教到大家 然后星期一 是我们的奖金模式 是基诺老师的 教大家如何获得 百万财富 那还有呢 星期三 是我们艾比老师的 产品课 星期五 是我们思维的方法课 告诉各位 大系统里 一二三四 为了所有家人的成长 四五 包括星期六都有课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 到这个时间点了 把你的手机 不管在哪里都打开 你就一定要学习 在这个生意里 不学习 你没法成长 不学习 你做不大 你不学习 你团队人就看着你 看着领导人 不管你说什么 他看你在做什么 你只要不学习 他就不学习 这个生意你就没法做 做做你就进入瓶颈了 你就开始迷茫了 你常常在课堂听课 跟着学习的人 打都打不死 因为他懂得太多了 他理解的太多了 他听到的故事太多了 案例太多了 所以今天学习 才能让你进步成长 才能把事业做大 把团队带大 所以在这个生意中 想做大 就是先给自己穿上防荡衣 就自己要先讲计划 独立讲计划 讲一遍 你自己思路就打开一遍 当你讲过50遍的时候 打你都打不死 因为你比谁都理解得透 不讲计划的人 就信心不足 第一 独立讲计划 第二个 建立自己的信心 就是大会小会 线上线下的活动 都要跟着 你只有跟着 才从信心变成了信念 一个人 当你真正有了信念 才能走得更远 飞得更高 谁都打不懂 从自古以来 从我长大开始 就听着实现四个现代化 实现共产主义 到现在 没有人能看到 实现共产主义是什么 但是有太多的人 为了这几个字 抛图炉 撒热血 一个国家 没有信念 没有灵魂 一个团队 一个公司 都一样 没有信念 云就没有灵魂 所以我们有了信念 信念是干什么 是看得更远 飞得更高 也就是说 看到几年以后的今天 要实现 要做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自己 在四月 整个在骨子里 变成信念的时候 你再也不会 随便张嘴说 这个出现问题 那个不好用了 因为我们不学习 不成长 我们不知道 所以各位 我们在这样的 好的平台 别再用一句图一讲 别再抱着金饭碗 可哪去要饭了 我们有点丢不起那人 说心里话 我们这个平台 是多么高大上的 国际化平台 今天从演艺界 到各个政界 到法律界 没有寻找不到的人 没有走不进来的人 因为这平台够高 产品够量 科技感够强 谁吃了谁见效 到哪去找这个产品 所以今天还有一群 世人瞩目的核心团队 从董事长 到整个呆牛批跑 从我们的刀客的蛋 到我们整个 KM 还有我们的 可流行 我们五大班子的核心领袖 你看个多么优秀 上哪找这么优秀的团队 远件 硬件 全都具备 再一个 我们三营系统 从里到外 我们这些领导人 加起来 在这个行业的年龄 已经超过100岁了 我在这个行业 整整26年了 各位 能让我焕发 这种毅力和想法来创业 其实真的不是为了钱 就是KM领袖的一段话 激活了我 我七年在美国待着 我都觉得我麻木了 我还能干什么 这疫情唤醒了我 如果在疫情期间 我要真的就与世绝别了 我觉得我的人生太惭愧了 我要做一些有益有价值的 结果就真的发到了我的手机 所以我感谢我们的小弟 基努老弟 所以他发完了以后 我说把我激活了 我说你给我发完资料 你给我15天的时间 我来研究研究KM 他的理念和文化 还有他的培训 我能从哪个角度上切入 然后我能怎么样去 先说服我自己 所以用了几天时间 把我自己说服了 愿不愿意放下七年 自己觉得很优越的生活 然后从零开始 这一年来 我没为我自己 溜过一次的好 我病得那么严重的时候 人舟人放的时候 我还照样挺着 然后去到我的工作室上 所有身边的人都看见过 所以我坚持下来一年 但是我是值得的 我说心里话 我是走进市场 看见了所有相信我的人 我是一份责任 不想让他们 在这个平台上 这些动力 看得不够远 所以我希望我今天的存在 是让大家能够看懂这个平台 我不是为钱而来 但是太多的人需要钱 他们需要赚钱 需要健康 所以今天在这里 我这一年来 吃产品 七个月的时间 建议大家在我身边 爱比都看见过 这面倒下就起不来 个人粥起来 所以都是产品调的 他这个过度太长了 所以因为我2016年到2017年 两年的时间 喝了将近500副的汤药 所以这几年我能活过来 我就是可能为了等着 思瑞的到来 自己跟自己开玩笑 所以他七个月的时间 把我整个人给唤醒了 从内心到整个身体 整个换了一个人 所以我今天很感恩 我一天比一天好 我现在的身体状况 我原来劲起包了 一会儿手鼓起个大包 一会儿腿鼓起个大包 然后都是我潜在的风险 如果我不遇到思瑞的话 可能三年五年以后 我这腿怎么就瘸了呢 我这手怎么鼓解变形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来的 14月提前把我这些病状 全调出来了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恩 所以我因为我的相信 如果不相信 我很多人说 哎呀我这出现反应 我不敢吃了 当我们的外观遗传基因 这个报告出来的时候 让我更加相信 这几个数字 是什么人才能拿得出来 全世界没有一家的企业 能拿出这个数据来 这是靠数据说话的 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我坚信这个产品 坚持吃下来 因为我懂得一个基因 是你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一些基因好的打开 坏的关闭 再来一个阶段 好的再继续打开 坏的关闭 让你越来越打开 好的细胞越来越多 坏的越来越关闭的 越来越少 关闭的越来越少 一点一点 你的细胞就开始换了 全部都更新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 两年三年以后 你吃完思域的产品 你简直就跟同龄人 会转出十万八千里 你相信吗 所以你要有信念 是来自于我每个堂课都听 我即使没听到的课 我第二天有一点时间 我还要把这课程拿出 我全都补上 其实我用听 虽然我遍眼睛都会讲 但是我还在学习 我怕每一个人看到的亮点 没被我听到 我怕漏掉 我上卫生间 都把它立在卫生间里 我下在洗衣中心 我都把它立在洗衣中心里 有时候把手机给淋湿了 我再擦一擦 我问我自己 为什么这么想要 因为我就这么要强 我就想要做就做好 要不我就不做 这就是我的为人 这就是我觉得 我作为别人信任我 叫我老师 我要有资格 我的资格在哪 我要勤奋的资格 我要比别人多努力的资格 所以我老公这次看到我 他说咱们家用你挣钱吗 咱们家有多少事情让你处理 你不处理 我说我是一份责任 我喜欢 你喜欢就好 只要你不生病 所以各位 有的人为了钱 他可能看到的是短期 但是如果为了使命 我在K姆身上和Samsing 还有Kaloe身上 看到了一年来 他们奔早在市场上 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 真正的是使命 很多人不懂 很多人会不理解 你说什么大道理 什么叫使命 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不是的 如果为了挣钱 你摆到那 可能我难受的时候 你谁也别叫我 让我睡会儿觉 钱我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钱 你用它的时候 只要能用它的时候 有 你就是能用到当初了 这就叫需要 否则他在那睡觉 没有意义 我问人生价值是什么 你来到这个社会 我今天就看到了 K姆 整个这一支团队 都是为了使命 从4月开始 他们就没停息过 看见这么大的领袖 在整个15家 开放的15个国家 奔跑 一路路远 一路的循环路远 真的是 可罗伊领袖说 我老公病了 在家里 我那一刻想到 一个瘦弱的身躯 挺起这么大的一个事业 我真的觉得 每个人身后 都有太多的付出 和不容易 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去理解 理解领导人 为了什么 为了一个使命 召唤更多的人 走进来 能改变更多的家庭 所以我们感恩 我希望所有的三营系统 斯瑞的家人 让我们三营系统的人 去影响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都懂得去感恩 我们三营系统先跑在前面 从上到下 都是一个感恩的文化 感恩所有带进来 带你进来的人 感恩你的合作伙伴 感恩你的上级领导 感恩你的部门 感恩你的螃蟹 激励了你 伤害了你 他给你动力 所以我们到处都是感恩 感恩我们所有能参与 四月的家人们 让力量更大一些 让整个的市场呼声 更高一些 让更多的人才能进来 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这里 我确实有点失态 不好意思 但是我真的发自内心 然后也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我希望我身边的朋友们 都看到他们 能过上一个美好的生活 透过一个短暂的努力 三年两年一转眼就过去 昨天的新年 去年的新年 好像昨天一样 地利在目 今年又过年了 我都觉得那一刻 我都不敢相信 我说这一年一年太快了 两年三年 如果你不做积累的事情 随随便便就过去了 两年三年以后 你回来还是零 各位 但是两年三年以后 如果你显对的是一个累加的 可以让你无限累计的平台 你回过头来 你将是什么样子 也许两年以后 你的月收入是几十万了 各位 就这么一念之间 你可能就失去了 所以在这里 我真的今天晚上 真的有点太激动了 实在抱歉 给大家带来 我这嗓子如果不喊 也发不出声音来 所以我今天 就真的是觉得 但是都是发自内心的 我希望我们今天晚上 所有上线的我们的领导们 还有我们的家人们 我们的合作伙伴会员们 大家的分享 大家能感受到 所有的良苦用心 要纵之成成 我们扭在一起 然后让思锐 能够把我们思锐的文化 和思锐的理念 还有科技的产品 能够送遍我们全世界 我未来我相信 家喻户晓 我们的思锐产品 只要每家打开药箱子 打开保健品的 这个磨盖的时候 一打开就是我们 思锐的产品logo在里面 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就像矿泉水一样 家家户户的普及 这是必然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未来的趋势 用食物大配方剂的 能调整人的健康状态 现在已经不叫调整了 整个官方都已经给我们 改变了这个词组 叫做优化的营养素 不是辅助 而是治病的时代到了 人们都觉醒了 意识到了 所以思锐的科技 该有多么伟大 15年前就想到了未来 它就已经先研发了 所以这是一家 不可复制的公司 多么厉害 所以在这里 我不想多讲了 所以我也希望 我们把宝贵的时间 大家开始筹划 谁在香港里有人 谁在中国大陆 广东 深圳 离最近的地方 中国大陆市场有人 这次就带到会上 不管什么代价 只要带到会上 更多的领袖和公司 整个的实力会 给他看到这个 这个展示他的风采 让他知道 什么样的独角兽的企业来了 来进军了 来走入了 未来的市场空间 谁将引领这个时代 所以呢 我觉得呢 今天我没有夸下海口 我只是说了一些 两年三年 大家更能清楚的事实 因为我看到了未来 是这个产品的力量 科技的力量 所以呢 在这里 我也今天很感恩 我们线上的家人们 然后呢 感恩我们一起来 风享丰盛 然后呢 一起共发未来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